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欢迎收看我们金钟艾石 拆解 敢用密码 手部触动一下 因为今天开正我的饭 民主自由 原谅我只一生隔几分钟爱自由 爱国 收皮 大逆不道 吓死了 先说看题 说美国传统基金会把香港踢出经济自由 因为香港已经不再自由了 引发一轮的麻战 其实这个是旧文 因为捨得来又排期 然后要录又排期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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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集就是说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把香港踢出什么之后的第二天 这个人大宣布要完善香港立法会架构 这样 这个事情往往就是这么紧臭 跟着呢 这个人大一说要完善 就是说将这个立法会架构那些 那些 那些 议席那些 改 改完之后 当然 这个 美国和欧洲国家又在谴责 就说 严重损害这个香港的民主体制 跟着呢 就好笑了 就是这个白俄罗斯 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里就发言 就说 这些是中国内政 这个旁观者不得意牙松降 跟着呢 另外呢 有七十个国家 就是这个祸意的 那就是说呢 原来呢 现在美国在那里说话呢 是得不到这个足够的票数支持的 嗯 跟着呢 今天呢 就是想说一下这个 所谓 完善立法会架构修改 和相关的这个议题 就是其实很 没有什么的机会呢 是会讲这个香港的政治 喂 我有点补充呢 因为暂住歌病我最厲害的了 那整天 有条法例 就说要做香港的议员呢 和特首呢 就要爱国的说 那我觉得呢 本人觉得是很有问题 首先 什么叫爱国呢 可以测试的吗 就是说 我想问 你爱不爱你的子女啊 我不爱你老婆啊 我不爱你老公啊 可不可以证明到 如何测试的 我不爱国可以测试的 没有啊 我觉得我 下下反反你的政府 因为你的政府废话 我反你就是爱你 爱国家 阿爷 阿习主席 这个行政长官 你受命的嘛 你最后要紧见他 要召见他嘛 他现在是倒你米的 我现在帮你 把他的罪行揭出来 我是不是爱国啊 你是啊 我今天 那个问题是 你做这些事情 你怎么做特首啊 难道自己揭自己啊 那做议员行不行啊 我帮你监察政府啊 那没问题啊 所以 其实我是担心什么呢 如果这些法 我本人觉得 不关这个本台立场 是有些偏 我不敢说他说法 因为用一下 你政治用到这条法例 商业 学业都会用到的 你不爱国 sorry 我不吹路你 不是啊 刚才你那个说法就是说 你揭露这个国家或者香港的 时弊 没错是一个议员的责任 但是议员是有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嗯 就算议员他自己的职责范围里面 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他是不是期望政府去解决问题 那议员没有理由 会怀着一个推翻政府的目的 他只是推翻特首而已 没说推翻中国 都一样推翻特首也是 如果你想你怀着这个目的的话 那你就不是爱国了 真的很难去演绎 我现行的法例 无论任何议员 或者市民 都不能够推翻这个特首的 但是我很想问 如果特首真的好不行 他任期又未完 就是说他不将 哦 那你民主就是这样的了 任期未完 你就坐在那儿等 谁叫你要赞成这个民主体制 那又是一个问题 你随便不能选择 找四条蛋蛋出来 选择不下的 吃屎、吃老鼠、吃屍体、吃虫 那怎么选择呢 这个都是泛民的问题 谁叫你不培养一个政治人才去参选 嗯 他们那些人的责任 你不可以坐在那儿 好了 那说到这儿 我觉得大家是需要按键 因为我开始也有火花 因为我两边的角度都会想的 有时明天这么谈 其实我不是很想反特首 或者什么 老老老实实 共产党 麻烦你派个官下来 直接委名他做特首 算什么呢 算什么 哦 终有一天会 那就不用烦了 有什么问题就解释 以前为什么不会呢 就是因为以前香港的社会 是远远抛离中国 香港进步很多 是 而中国呢 对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 是一 一竅不通 一竅不通 就是见到人开一间酒店 就已经是 哇 那你怎样统治香港呢 跟着呢 现在呢 这个大陆 它里面那些这样的 就是这个人 智能 智能那些东西 已经先进过香港 有机械人送餐 不是啊 是很多东西的 几十万尺的厂房里面是没有人的 全部机械人运货 有例如全市的交通灯 是由AI操纵 没有人错 那跟着 当这个大陆 其他的法治 制度 那些东西 追上香港 追到六七成 那你 那你 那他就会想 此而香港 都没有什么厉害 而已 我不如派个官 下来 管他 算吧 那样 不要烦住我 嗯 终有一天是这样 因为香港 从来都没有培养过政治人才 哇 即是那些 那些 香港的政治人 他自己已经屎了 跟着他培养下一个梯队 就更加屎了 那就是一直都没有培养 好 好了 按下来 按下来 按下来